大家好我是J 欢迎来到今天的更新视频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周的这个走势 今天比较深入去更新一下微软 微软这一边呢 OpenAI这件事情呢是有更新的 有最新的这个消息面 我们去讨论一下 微软是不是不用跌了 这一件事情有转机 另外一边呢就是去看一下 英伟达的这个财报 这一次价位如何进去的这个消息面 然后英伟达的这一个走势 最后去看一下特斯拉还有大盘的动向 好现在让我们切入 OpenAI里边呢真的是非常的戏剧性 这个周末呢基本上呢 就是在感觉那种看电视剧的感觉 像那种Suits House of Cards这样子 特别是Suits 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OpenAI的高管们看到这个Sam 被这一个也就是OpenAI的这一个CEO呢 被这一个辞职之后呢 就是都大家都是充满了问号 包括Sam 因为就突然就出来了 在这一边 CNBC上面被访问的这些这个分析师有说的吗 就好像 是你在这一个打Football的时候 直接把自己的quarterback 把自己的主将呢直接给辞退了 这就是充满问号的一个举动啊 但是也有舆论在讨论呢 就是这应该是董事局里面的一个分歧 有这一个派系 所以呢 微软是完全不知道这一些事情在发生的 或者是在最后一分钟呢 才被预告的 因为前几天APEC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OpenAI的这一个CEO Sam呢 还是有出现的 如果微软知道的话呢 应该在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没有让他去出席这些公众的活动了 所以这些都是最后一分钟发生的 然后微软把OpenAI买回来的时候 去投资之后呢 我估计也是没有去想过 有这种情形会出现 因为上一次复盘视频已经去讨论了嘛 就是在去年10月这一边呢 ChatGBT才是走的是非常的高潮 然后就刚开始 怎么一年之后 我们看到Sam就已经被辞退了这一个公司 让董事局是失去了信心 所以来到这里呢 感觉舆论这一边呢 是在讨论 是不是更加多的是董事局的一个分子 然后微软这一边呢 就是要想办法 对吧 再次的去说服Sam呢 是进一步的回来 看到微软的这一个CEO呢 是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进一步的去做工作 现在是周日这一边呢 Sam也就是OpenAI的这个CEO呢 在三分市的这一个总部这一边呢 是在做这个讨论会的 现在代理的CEO呢 是这个Mira Borati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件事情 是怎么样的演变 如果一切恢复正常的话 就是一个小插曲 那么微软在周五这一边的 这个利空出来之后的这个消息里面呢 就有可能会补回去一些这一个跌幅 另外两个比较受益这一件事情的股票呢 是亚马逊和Google 所以要注意这两只股票呢 有可能做这一个回调 但最近亚马逊来说的话 走的是非常的强势啊 特别是这两天 所以到时候也是可以进一步的去关注一下的 不一定会跌掉幅度 总体来说最近比较弱的 还是这一个 这一阵子来说的话 在Google的财报之后呢 都是走的是偏弱一点的 毕竟财报不是这么的理想 特别是在云端业务的这一个发展啊 GCP这边的发展不是这么好 好OpenAI这边说完之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 微软的这一个股价啊 去看一下这个幅度恢复 因为本来我们是在去看啊 往下的这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微软呢 是基本上回踩到了自己的十日均线 但是是下影线啊 这一个实体呢 还是想守住五日均线附近的 五日均线在370左右 收盘呢 就是在369.85左右 盘后再进一步的下行啊 去发酵这一个利空到366.27 所以如果啊 Sam这一边呢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 如果是回去OpenAI 以及就当做这一件小插曲 过去了之后呢 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往370的五日均线 去收复 如果走的比较差的话 这里大家要注意了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微软这一段呢 走得非常强势 一直没有破过这一个 大幅度破过这一个五日均的 基本上是挨着去走的 但是跑到这里啊 上面去的时候呢 就比较危险一点了 所以如果五日均线 能再次的在技术面被收复的话呢 就比较理想一点 不然十日均线呢 是在365左右 是下一个这个支撑口 布林中线还离得非常远啊 布林中线呢 是在351的 如果直接下探到布林中线 这一边去的话 可能是对应345350这个区域 但是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回调 到那个时候来说的话 MBCD应该已经死插上去了 技术面就有点是破位了 所以这一边十日均线 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回彩了 就在360这一边的这一个 所以在这一个365的这个区域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呢 是在360这一边 这两个都可以关注 前一天的这个复盘里面呢 是已经有讨论过这一些这个点位的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啊 英伟达的财报 我们先去看一下 Refinitif给出的这一个 这个指标我们的预期是要去打到多少啊 In its earnings report next week The company is expected to show revenue growth of over 170% for the third quarter 我们要看到营收的增长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top line呢 是要超过170%的这一个增长啊 在第三季度 这些都是天文数字 对于别的公司来说 可能对以前的特斯拉来说还好吧 因为特斯拉增长得非常的快啊 非常出名的这一个高成长股 第四季度来说的话呢 是预期英伟达给出的前瞻预期呢 suggest growth close to 200% 然后对于他英伟达的这一个第四季度啊 的这一个预期呢 是要给到增长的是到200%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 当然这一分这个卷子出去呢 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看好 英伟达的这一个增长的能力 所以到时候就去看呢 那么来到这里 英伟达有有什么就是重大的这一个优势呢 一来对于人工智能的芯片的市场来说的话呢 特别是高端这一方面呢 对于这个AI chip这一边的 这一个市场的占有率呢 英伟达是有这一个八成的 基本上都是在他手上 剩下的就是AMD去分了 其余的这一些竞争对手呢 就还没有完全的 都是在研发中 还没有完全的沉气候去 直接的去跟他去 做这一方面的这个针对 所以说到市场的优势呢 我觉得在这一边呢 是 我觉得这一边对于英伟达主要的一个优势来说 跟特撒当年非常的像 什么意思呢 特撒进入这个EV Electric Vehicles 电车的这个市场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 自己对吧 十几年前在开始做这一个研发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汽车 插个电池 听起来非常的梦幻 不现实 但是到了后面呢 特别是在Model 3量产 1719年的时候 Model 3完成了这个生产之后呢 然后是开始量产 因为当时啊 特斯拉是平临 非常接近这个破产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 电车的发展就是在这个生产线上面的 出这个现金流资金的问题的 当年金融危机出来之后 马斯克是看着特撒这一边财政是 陷入一片一片这一个混乱的 到最后呢 还是自己拿了非常多的钱 出来去融资 因为出去周围融资之后 当时金融危机嘛 金融危机刚出来之后呢 大家都缺钱 在那个时候都不敢去投资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马斯克是亲自拿自己的钱 去融资 投资在自己的这一个特撒的公司里面 然后撑过来 然后1719年这个production hell 生产的这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时期 过去了之后呢 就挺过来了 当时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Model 3在那一边的时候呢 特撒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少 Lucid Rivian那一些 对吧 都还在 都还没出来 基本上那些都是后期的 那个时候 之后的这个Lucid Motors呢 是从CCIV 这个空白支票的公司演变出来的 Rivian呢 也是之后亚马逊福特推上来的 变成北美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当然亚洲那边不一样 有这个魏小李 但是第一个跑进这一个赛道的呢 就是特斯拉 非常类似于英伟达在这一边的 这一个人工智能的 这个跑道啊 也是第一个先入为主 先跑进去 在这里呢 英伟达早在前几年呢 已经铺路去做这一个人工智能 这方面的这一个训练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在17年的时候呢 他已经增加了近10倍的 这一个developer去发展这一个 deep learning institute 在这一个AI这方面呢 去下这一个下定这个决心 所以就在这一边呢 CEO Jensen Huang呢 对吧 可以看到这一个黄总呢 就提前的跑进去这一个赛道里面 所以在这个微软亚马逊啊 各个的区的这些科技公司 现在开始去追的时候 就是会比这一个黄总呢 跑的是更加的慢的 因为在这一边呢 英伟达是非常早的呢 就已经开始打入进去了 特斯拉当时凭的也是自己第一个 跑进去 其他公司呢 也是要开始往上面追 然后在这一边呢 当然我们知道 英伟达和特斯拉的研发呢 也非常的成功 在技术和领域上呢 是很难被 暂时来说呢 是很难被取的这些对手呢 去追上去 追到现在大家也看到了 AMD呢 是这一个千年第二名 暂时都是没有往上去走 现在来说的话呢 Google和英伟达 比较密切的这一个合作 英伟达这一边财报上次 也有提到Snowflake SNOW 所以可以关注一下 作为这一个合作伙伴 微软这一边呢 是跟AMD合作 比较密切一点 之前特斯拉 它的这个Center Console 平板上面 也有用这一个AMD 这一方面的这一个芯片的 所以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 毕竟这整个领域里面呢 就是英伟达 或者是AMD的这一个芯片 高端芯片的市场呢 H100 然后现在又有这一个功效 更加厉害 再翻一倍的这个H200 我们再看这一个 Grath Hopper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英伟达又是更上一层楼了 在这一个 走在这一个科技的 尖端这一边 另外一点呢 就是英伟达的CEO这一边呢 是一直说 We don't have to pretend We feel it We are always in pro 就是有这一种 不要去安逸 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呢 进一步的去做 这一个领导者 做这一个创新者 如果慢下来的呢 对吧 其余的这一些竞争对手呢 是会冲进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用市场占有率呢 去看这一个角度啊 另外的就是这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跑道 现在我们看到 七强里面呢 各个公司呢 都是想去分一杯跟的 特撒这一边呢 是在利用这个 Dojo超级电脑 然后自己去研发 这一个芯片啊 所以ASMA ASML呢 作为EUV啊 这一个复光刻机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的重要 对于这整个芯片 制作的这个过程 还有台积电 但是英伟达的护城河 主要还是摆在 软件改造这一方面 特别是这种C 是它的这一个 CUDAQDA的 这一个系统来说 有很多人是 听过这一个 QDA这一个系统 但是就是 没有完全的去 理解它的这一个 护城河的这个 这一边我就 先不深入了 因为这一边呢 是主要还是在看 这个技术面这一边 然后再分析一下 基本面对于英伟达 财报的这个帮助 但是QDA对于它来说的话呢 还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是去理解 之前在复盘 也有讨论过嘛 为什么 英伟达一张三万多的 这个芯片卖出去 台积电基本上 到手呢 就是赚了一千块 但是其余的三万多块 都是摆在芯片改造的上面 在QDA这一方面的 这个功劳啊 就是看下一个 这个科技公司 能不能去制造出来 类似的这个东西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英伟达是提前 非常早的时候呢 就已经进去了 在一七年的时候 当Jensen呢 是说好 我们去ORWIN 我们去做这一个 AI芯片的 这一个方向的时候呢 就基本上注定了 这个英伟达 后面的一个成功了 因为就是比别人 都是提早的时候呢 进去 当然这一个潮流来说的话呢 还有大方向 科技方向来说呢 也是走 也是往这一个 黄总的这一个方向去说 如果之前Jensen呢 是看中了这个方向 但是最后没有往这边走的话 那投资 肯定也有一定可能性 是福之东流 但是英伟达呢 主要是两个业务嘛 一部分呢 就是旧的这一个 gaming revenue 也就是做游戏显卡 这一方面的 有很多人之前呢 对吧 在近年之前呢 就是知道这一个英伟达 主要就是做 游戏方面的这一个显卡 GPU RTX系列 另外一个呢 就是前两年 比较火的时候呢 就是拿来去做 这一个加密币的挖矿 因为现在呢 从这一个 Proof of Work 变成是Proof of Stake POS的这一种的系统呢 就是你拥有这一个加密币 它去做这种Validate 所以芯片这一边呢 就没有之前的这么火爆 那个时候 其实英伟达的显卡呢 都没有达到这一种 三万多的这一种的水准呢 所以现在变成这一种 AI的时候 然后像这一个 马斯克 也经常去说的 这一个compute 算力 非常的重要的时代呢 我看到 AI芯片的这个价格 越发越高 越发越高 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 对英伟达进一步的 这个成长和继续 见到这一种惊人的数字呢 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华尔街 是这么的去看好 毕竟如果我们 在这个APEC的角度 去看的时候 还有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站在中间的 就是芯片的讨论 特别是对于 这一个AI人工智能 高端芯片上面的 这一个制裁方面 出口方面的 这一些策略 政策方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 AI芯片呢 对于各领域都很重要 特别是 苹果和特斯拉来说的话呢 在国内的这个发展 肯定离不开这个 高端的这一个芯片的 而在国内呢 为了进一步的 把这个研发往前推呢 是需要这一方面的 但是 在国内来说的话呢 英伟达是在走 这个A800的系列 就看新品 新品的这一些 人工智能的这个芯片呢 跟A800算力上 还有效率上是怎么样 因为最近不是在讨论 就是出这一些新的吗 所以到时候 我们去看一下实际的财报 看一下有没有去提起 这一方面都是一些重点 到时候财报的时候呢 我会直接去直播 跟大家一起去 去那个看一下 英伟达到底是 交出一份什么样的 这一个胶卷呢 所以我觉得 这种不安逸的 这一个精神来说呢 在英伟达这边 还是非常的亮眼的 毕竟之前 这一个贝佐斯呢 早 亚马逊的前CE呢 是已经 之前是 有去说过这一句话 Predict one day Amazon will fail 我觉得有一天呢 亚马逊会失败的 Amazon will go bankrupt 亚马逊会破产 As recorded by CNBC He explained that he the lifespan of large companies typically span 30 plus years not a hundred plus years 贝佐斯的理论呢 就是他觉得 一个这一个大型的公司呢 通常是可以运行 大约30年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 在亚马逊股价 两千三千这一边的时候呢 在最高峰的时候 贝佐斯是全世界 最有钱的人的时候呢 是直接的就是 退出了这一个 亚马逊这一边 其实马斯克 在特斯拉的股价 冲破一千二的时候 走上首富的 这一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马斯克 也是可以退后的 但是我们看见 马斯克是没有 因为马斯克 对于这一个 人类的这个进化 非常感兴趣 然后就是想看到 外太空发展 有一天可以登上 这个火星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 对吧 这些愿景和理想的 不一样啊 个人有个人的 一个想法 但是在 Johnson Huang 对吧 在英伟达的CEO这一边呢 我们也看见 Always in Pearl 就是不能去安逆 要想办法往前面 往前面冲 所以在这一些 CEO的代劲上面呢 对吧 不知道这一个 苹果的CEO Tim Cook 是不是有在听 和看这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苹果之前就是 一直被讨论 第一个跑到 这一个触屏 还有这一个 平板的 跑到里面去 然后就一直呢 是稳稳的 这个大佬的 这个地位摆在那里 就市场占有率呢 三星和一些 Google 华为 别的公司呢 都是开始追上去的 但是到了最后 我们也看到 苹果还是有 非常惊人的销售量 市值呢 也是继续的 是全球最大 所以这里呢 就是进一步的去看 英伟达能不能进一步的 把自己的护城河 做好 保护住自己的 这一个企业的优势 对于特萨来说呢 也是一样的 电车的 这一个占有率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主要在看 蓝筹股的时候呢 就在看这一些 有非常好的护城河 在市场里面呢 是有绝大多数的 这一个占有率的 因为其实 这些大的蓝筹股呢 就有一定像 这一个股价的 一个保护嘛 所以我们投资的时候 会去找 有非常好的增长 然后股价也会有 非常好的一个增益的 这一些的 这个公司的 在频道里面呢 我是会去看一下 对吧 以后还有些什么 这些公司呢 可以进一步的 往这一方面去 做这一个发展 再次突赢而出 说到英伟达的股价 技术面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起脚 跟前面最高点的 502呢 是基本上呢 现在持有 这个双顶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 英伟达从392呢 也实体是在403 这一边 405吧 405之前的 这个大点位 400之下呢 是做了一个 快速的这个冲刺 跟微软走得非常的像 然后是一直是站着 五日均线呢 网上在冲的 五日均线是攻击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连续的 9到10天左右 是一直在网上冲 走得很稳 但是这几天呢 就是在踩着 五日均线去走 10日均线的回踩呢 在479左右 所以这一次财报 如果走好的话 那基本上502之上呢 应该是被拿下来的 因为它就有可能 创一个历史新高 如果有足够的momentum 如果进一步往下探的话呢 10日均线 第一个支撑呢 是在479 480附近 这个刚讨论过了 布林中线呢 如果做大级别的回踩呢 是在450附近 如果这里是直接往下的话 在那个时候 MECD呢 就会去挑战 是不是要变成 这个死差的这个形态了 在这里呢 它是顶位 技术面 它是没有给出一个 实际的一个形态 但是跟着最近的走势 还有大盘的走势来说的话呢 如果这里大盘 也是进一步的 这一个冲高的话呢 那有可能 在财报之后 就算是往下回踩之后呢 有可能是进一步 带英伟达去往上走的 因为它的这个产品来说的话 人工智能芯片 从去年10月这边刚开始 我们现在在刚始 是一年左右 所以这个跑道 英伟达呢 是17年这一边 全面的开始去进入 AI人工智能芯片 加大这个投资的 那么这 这里起码有这个 5到5年多的 这一个领先的 这一个优势 其余的这些 其余的这个科技公司 开始追 AMD的跑 跑道呢 肯定是比其余的这些 像英特尔和另外一些公司 走的是更加快 因为英特尔 归根就底来说的话 它的那个技术 特别是显卡那边 它是integrated 就是融合这个技术的芯片 还有这一个CPU 所以有点不一样 这个比较技术性 但是英特尔就是在后面的去追赶 这个ARM 还有这一个英伟达的这个技术的 现在还是差的是非常远的 但是有一些区域技术里面的 这个自己去研发出来的 特别是特斯拉 自己去研究出来的这个芯片呢 真的是 就是因为是一个汽车制造的公司嘛 能研究出来这么高深的这种 自己去制造这一个芯片的 芯片的这个科技呢 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也加深了这一个Virtual Integration 也就是自己呢 都是在自己的厂家里面 去把这个芯片研发 和各方面全部都做出来 比其余的这个汽车制造公司呢 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先的地方 现在来说 大家还是在讨论特斯拉的这个毛利润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去看 比亚迪的毛利润的话 要把他的ICE 也就是这一个 用传统的这个汽油车 这一副部分的这个业务去除呢 其实另外一边呢 就是他的这一个电池的生意了 而电池的生意呢 算在总的这个毛利润里面呢 是可以把毛利润提高非常多的 因为比亚迪的这一个电池的这个生意呢 他的毛利润是很高的 而特斯拉这一边来说的 无够是去看 单是一辆车卖出去赚多少利润的话 这个特斯拉是跑在前面的啊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领先的地位 回到英伟达的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 对吧 卖一张这一个高端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去 三四万这样子出去一张 如果之后需求再上去的话 价格继续往上捧的话 那么这一个英伟达的股价呢 可能见到进一步的走好 在这个财报上面呢 还是进一步的去留意 有没有这个share repurchase 也就是回购股票 另外一个呢 就是英伟达的股票 如果进一步的往六七把这边推进的话 股价再高一点的话 是不是要考虑拆股了 这个呢 也在财报这一面呢 看一下有没有人会去提问 如果是有这个stock split 拆股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传闻的话呢 是可以进一步的带动股价呢 往上去走的 因为拆股就是sell the news嘛 所以它是会冲上去 拆股之后呢 有可能就开始回调了 毕竟七强里面 我们看到Google 亚马逊 特斯拉 全部都是在前一年拆过股 然后在之前呢 就是有一定的这一种的这个run up的 所以到时候看一下英伟达会不会有这一方面的加持 让股价呢 是进一步的往上去走 毕竟来到这里 英伟达已经是一家这个12000亿市值的这个公司了 万亿市值的这个公司 好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这个消息面 一来呢 就是去看一下这个lunchpad 这个昨天的复盘已经讨论过了 也就是因为提前去洒水了 就是尽量的是去做达到这一个cooling降温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launchpad 也就是发射台呢 还是在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和环境之中 所以这个非常值得鼓舞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马斯克直接去回应了一下 因为其实过去两三天呢 是有非常多的 推特方面的负面的这个新闻出来 然后马斯克直接说这些是bogus media stories 对吧 就是媒体去发一些这个假的莫须有的这种的消息面出来 去说他是anti-semantic Nothing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在这里呢 I wish only the best for humanity and a prosperous, exciting future for all 在这里呢 他就是为了祝福这一个做到最好的给人类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复月的往前去奔向我这个未来 所以这个帖子已经有510万了 所以马斯克呢是直接回应这一些了 其余特斯拉的这个消息面 这个周末全体来说比较是淡一点 因为我们都在看SpaceX新建的这个火箭发射嘛 所以下周就看一下这个特斯拉能不能进一步的冲高了 特斯拉TSLA来说的话呢 来到这里呢 我们就是看能不能走进 最近昨天的复盘里面是讨论了 他在走这一个上行隧道 所以来到这一边呢 他可以守住230这一边踩一下这个隧道的这条线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去冲 冲向这个240缺口下方 然后呢再往上去补期244左右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问号了 这一周非常的短啊 只有三个半周三天半的这一个交易日 周四呢是全天没有交易感恩节 在这一个美国这一边的 然后周五呢是半天上半天的这一个交易 一点美东时间呢就收盘了 这一周最大的一件事情呢 除了美联储的会议录之外呢 就是但是美联储会议录 这里是失去一些这一个光芒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里呢 加息的这一个预期呢 基本上是来到了这个周期来到了陌生 所以基本上呢 美联储会议录呢就是走走过程了 因为美联储再怎么放音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加到头了 因为通胀呢 特别是核心的CPI直接3.7 到3.2 目标在2这一边的话 那真的是走 如果进一步推过去的话 就通缩了 到那个时候就更加的有问题了 所以来到这一边呢 就有很多的预期呢 就是就算阴的话 也阴不下去多久了 但是这一切呢 都等12月13号 老包美联储主席最后的一次加息会议 看他是到时候是老包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好下周又是非常的精彩 又有这一个英伟大财报 到时候我会直播的 大家记得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话 记得订阅分享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